空气炸锅 薯条粉 你们是不是欺负人 我让你们做啥 你们就不做啥 说了做土豆 非要做签子 我说现在做签子 你们非要做土豆 人家想要三连嘛 现在就想要 看看人家做什么签子 说一签子 第一步选一个好吃的签子 两根筷子 第二步如意宝刀拿出来 开签 倾斜三十度签 用筷子平行的放着 挡住刀 避免切断茄子 这个方法很好啊 噢学到了 第三步 过里放油 再放入茄子 然后把料汁浇上去炒熟就好了 电视上看的最重要的是把汁调好 甜酸辣 好吃 做了几次就会了 哎呦你这个摆得像条龙 哒哒哒 完工 好久没做这套菜了 由于第一件熟绳大赛没有省题 没做土的做的签子 所以这次用了上次的土 行也算是你对题了 希望下次年夜饭的时候 你不要又上一道说一签子 好吧 下一个 卧槽又是你 签子大赛开始了 边看教学视频边弄 没弄好 先弄个日 不是日 没有日 照着视频弄的就这样了 这是刻了一朵花吧 越来越牛逼了 有点东西 花心上冻日 你能这么做点正经东西吗 爱心事 还刻了 苛刻的笑声 批了个图 妈的就是不做菜是吧 做个茄子饼 茄子削皮 切片 上锅蒸熟 打成茄子泥 哇 这就是个麻烦活了 加入少许的面粉和碎肉 再加入少许的盐和胡椒粉 炒锅放少许的油 再放茄子泥 摊皮 哦 等一下 你怎么怎么不是土豆吗 茄子呢 茄子真熟 什么是土豆饼吗 你骗谁呢 你骗傻子呢 你不会以为在这放两千种我会信吗 跑题了 零分 分享一道我最爱的东北菜 茄子料理 我可太会了 首先冷水下大半骨焯水 一定要冷水 否则会很新 这一步焯水都必须要有冷水 然后荤油炒酸菜 这个大半骨我好想啃 这一步很关键 所以一定要加个放入大骨 酸菜一定要配大肉 最后加上主角 算茄子 不要生气 我现在生气容易心率过快 但是我确实挺想尝一下 他这一锅的 你看这个 看上去太好吃了 即使被明明禁止参赛 也丝毫不能打消我给飞儿做美食的热情 今天将问天降小雪 有什么可以唤醒东西的早晨呢 我决定做一道富有艺术风景的北飞带 2 2 3 4 5 5 5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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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